巴赫 贝多芬和波拉姆斯音乐的神性 古典作曲家中巴赫 贝多芬和波拉姆斯三人合称为三B 这是因为他们的姓氏都以B开头 而且他们的音乐地位都很显赫 作品《多尔经》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他们三个是如此之显赫 以至于三B这个词汇在古典音乐里成为独有 竟没有莫扎特领军的三M 舒伯特领军的三S等等来睁艳媲美 这倒不是因为没有更多的伟大的M或S开头的作曲家 而是因为像他们这种有某种强烈共性 强烈继承关系 而且同样强大的作曲家 不好一下子找出三个 而且正因为他们的这种共性 他们的欣赏者也同样具有这种共性 有强烈的共鸣 对他们情有独钟 这个共性是什么呢 我要说的就是他们的神性 在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先说一下怎样欣赏古典音乐 按照美国古典音乐作曲家 指挥家 钢琴家和古典音乐普及家 阿隆·科普兰的说法 甚至我觉得也不需要他说 我们也知道 欣赏古典音乐要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是让感官惬意 第二个是表达感情 第三是纯音乐艺术欣赏 这三个维度对任何音乐都很重要 但对古典音乐由甚 感官的维度很容易理解 这音乐好听不好听 我们可以一边听一首好听的曲子 一边逛商场 有些音乐如德彪系的月光 财科夫斯基的天鹅湖 音乐本身就好听 但这些好听的音乐 很少止于好听 而且是经常表达某种感情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 欣赏音乐的第二位 表达感情 这说起来简单 实际上很复杂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感情 敏感度 经历 修养 都会对这一首曲子的感情 感知有所影响 德彪之的月光 对一个人来说 可能就是一首好听的曲子 但也许对另一个人来说 会觉得万般孤寂 善然泪流 谁知道呢 这第二位 即表达感情 是一种通俗的说法 更准确的说法 应该是表现力和感染力 一首好的曲子 必须要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表达力 至于第三位 纯音乐艺术欣赏 指的是要熟悉音乐的 基本原理 如节奏 旋律 和声 音色等等 这样就可以对一首古典音乐的内在构造 又超出常人的了解 实际上欣赏一首曲子 这三维一般是同时运作的 同样我们可以说 作曲家要能成为伟大 也要满足这三维 它的曲子要优美动听 要有感染力和表现力 要在音乐艺术上炉火存清 而且要有众多的作品 而不是紧紧几首 三臂的作品在这三个维度上都是卓越超群的 它们都有非常好听的曲子 如巴赫的《鸡旋》上的涌坛调 贝德芬的《至爱里斯》 柏拉姆斯的摇篮曲 其次也都非常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最后从纯音乐艺术的角度 也都是最精湛的 巴赫是巴洛赫音乐的代表人物 贝德芬上承古典音乐传统 下其浪漫乐派之风格与精神 而柏拉姆斯则既是浪漫主义的完美继承者 也是古典音乐的忠实捍卫者 他不认同瓦格纳的后浪漫主义歌剧作曲 潮流走的是纯粹的音乐路线 最后他们各自都有大量的作品 来证明他们的伟大 对这一点我们说一下另外一个比 这就是布鲁赫 麦克斯·布鲁赫的基小调 第一小提琴写奏曲 大部分人都听过 这首曲子尤其是第二张柔版 那真是把柔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极具感染力 那柔情在如气如素中升华 一波一波的冲击过来 然后又被那配乐的小提琴队伍护送着 向高处蔓涌 然后整个乐队 木管 铜管 定音谷 一起把柔情送到你感情的最深处 这首曲子可以说是美得太婉转 太强烈 太持续 太动人 从这首曲子的艺术上看 也应该是非常进展 也就是说它在前述的三位上 都达到了极致 但是可惜 布鲁赫虽然有很多作品 为人所知的主要是这一首 这样他就没有很多的作品 与其他的三弊来媲美 那么满足这三维 是不是就一定能让我们接受 认同三弊的名称呢 还是不能 满足这三个维度的作曲家还很多 那还有什么呢 我觉得还要有第四维 这第四维让前面的三维 有了深度 有了灵性 这第四维到底是什么呢 强烈的感情 莫过于对生命的短处 珍贵意义而产生的感怀 而生命的意义 主要在于其是否具有精神性 而不只是物质的 随机的和偶然的 也就是神性 最虔诚的教徒 和最虔诚的无神论者 其实都有这种强烈的感情 人类的历史 至少欧洲的历史 可以说就是被这种强烈的感情 所写究 宗世纪对神 虔诚无比的态度 文艺复兴后 人对自己和神之间关系的调整 启蒙时代对理性的呼唤 之后人虽然与神渐行渐远 但神性永远存留在 人的生命和心灵之中 挥之不去 此起彼伏 人在与神的关系中挣扎 最强烈的幸福和痛苦 或者愤怒 都与某种形式与神性相关 具体来说 巴赫与神的关系最亲密 在他的音乐里 人沐浴在上帝的慈爱中 人与神没有大的矛盾 人深深地爱着上帝 虽然巴赫生活的时代 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 已经到了启蒙时代 但他的日子还有些中世纪的影子 时光还能慢慢地流逝 最多就是在神的面前 展露一下自己作为人的才华 像米开朗基罗那样 给神献上自己超人的杰作 这一切也还是要感谢神的恩赐 巴赫对神的爱是强烈深刻真诚的 他自己在音乐世纪的位置 也如他敬仰的天赋 被人称为音乐之父 贝多芬则没有那么幸运 他生活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 即启蒙时代之后 这时候人得到了理性 与上帝的关系不再平静 对贝多芬个人来说 上帝给了他最强大的音乐创造力 却偏偏拿走他赖意聆听音乐的工具 即他的听力 这让他的感情变化 莫测又是如雷鸣闪电 又如宁静夜光 好像不这样 就不能把他最伟大的才能表现出来似的 他与神的关系 是否像圣子耶稣基督与神的关系 肯定不是 耶稣完全是上帝的化身 与神没有矛盾 但即使如此 耶稣是无限的上帝 化作有限的人生 他的事迹是具体的 是人能看到和理解的 他也有痛苦 也有愤怒 贝多芬在这一点上说 是音乐的圣子 没有贝多芬 虽然还有古典音乐 但可能就没有了古典音乐的宏伟殿堂 而且到贝多芬的晚期 他与神有了完全的和解 比如第九交响曲 让人们齐声高唱 不是圣子应该做的事吗 上帝是需要他的 对他听力的剥夺 具有十字架的意义 而伯拉姆斯 他完全生活在十九世纪 可以说就是现代人了 他对上帝和耶稣不那么虔诚 很少去礼拜 但神性是通过人性 来占据他的感情的 这些感情不像贝多芬那样强烈 因为他与神的关系 也没那么的矛盾 他甚至个人的痛苦与遗憾 最终还要靠自己来解决 这让他有时显得很无奈 比如他的母亲去世了 他写了作品四十号 元昊三重咒 元昊那单调的声音 没有震耳欲聋 而是像山风在山林中吹过 虽然他不是圣经意义上的圣灵 但他细腻的情感 有如灵魂的羽毛 波动人们的心 在这个意义上 你可以说他是圣灵 用音乐在我们的心头波动 当然在我们心头波动的音乐家太多 他只是个代表而已 但在某一刻 你会发现神性 其实是强烈地占据着他的感情的 正如在德意志安婚曲中所表现出来的 这首曲子的唱词 是伯拉姆斯自己从路德派德意圣经里取来 是对生命价值的肯定 其中的一句话是 泛有血气的尽兜如草 他的美容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但神性必留 对三弊的这份有关神性的感觉 倒不是我独创的 大概那些喜欢他们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吧 因为把三弊与神联系起来的说法 在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就有了 1854年 一个叫彼得·科内利乌斯的人 把巴赫·贝多芬和伯拉斯三人放在一起 以说明他们在音乐史上的特殊地位 但后来指挥家汉斯·冯·彪罗 以伯拉姆斯取代了伯辽兹 以后这三弊的含义就再也没有变动过 彪罗在1880年写道 我相信巴赫·圣父 贝多芬·圣子和伯拉姆斯·圣灵 既然人们接受了彪罗对三弊的新定义 也就接受了他把三弊与圣经里的三位一体联系起来的这份感觉 我们下面要单独谈谈这三弊 可是我们先在这一集里面在这里停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